一个美女迎面走来 可给一旁的男人吸得目不转睛 直到女人离去很远 她这才是回过神爱 但本以为男人就此离去 没想到在女人买完东西后 她又在背后偷偷跟了上来 两人你一拉我一扯 可把欲擒故纵玩得明明白白的 然而他们都还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早就掉进了设计好的圈套之中 一天前的夜里 林玉单独找上了丁美希 并给她吩咐了一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只要她能接近这个林处长 盗取对方的机密文件 那任务也就算轻松完成了 但如果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可真是太小瞧林玉了 林玉转头又找上了林处长 也吩咐了同样的任务要求 不过可不单单是接近丁美希 还有一个更害人的安排 那就是将其杀之 第二天 林处长约上了丁美希 而两人本就任务在身 自然而然就接近上了彼此 这一路上 两人都心怀不轨 谁都不知道自己才是那只羊 然而渐渐的 林处长是越开越偏 不停地向郊外开始驶去 丁美希慢慢察觉出了不对 他们原本计划是市里的酒店 怎么就突然改变了方向呢 很快 两人到达了目的地 一个十分偏远的别墅之中 看着凌乱的环境 以及很久都未打扫的尘土 丁美希暗叹一声不妙啊 可是为了任务 他又不得不跟着林处长继续前进 等两人落座后 林处长想要开一瓶红酒烘托气氛 但不巧的是 开瓶气却怎么也找不到 没有办法 林处长只能前往其他房间搜寻 而就趁此机会 丁美希这才有空打量起了周围 他顺着房间看去 一路走到了个十分隐蔽的地方 然而这一看不要紧 差点没给他吓出一身冷汗 只见室内放满了大大小小工具 桌上更是什么手术设备都有 这他妈哪里是地下室 这分明就是个手术台啊 开瓶气车到了 刚才突然想起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落车里了 我去拿一下 好 丁美希想跑 但林处又哪里会不知道呢 近来容易 想走可就难了 等丁美希到门口后才发现 出口早被林处锁了起来 恐怕现在只有是死路一条了